校長好 好 各位聽眾好 宋教授是不是就幫我們談一下 關於這一次第三次金門地區大露營的一個整個籌備過程 之前好像因為場地的關係似乎好像有遇到一些問題對不對 是 今年的同津大露營活動 本來預定在11月17、18、19三天 那剛好在要核定之前 有一個默然地颱風 這個就直撲金門 這個因為颱風真的是超級強 我們所有地區的這些樹木幾乎都被吹斷連根八起 那原來我們一定地是在金門縣領入所 那颱風當天我們大概各級學校 包括各機關、各村里公、鄉鎮公所 都在忙於這個露宿的一些整理跟道路搶救 那我們發現因為颱風真的是把樹都吹得太嚴重了 我們到領入所去看的時候 我們發現領入所奉縣長致命 要恢復前線的這些道路所有數字的一些拯救工作 那本身他們也不敢先做自己領入所裡面的一些整理 所以都是先做外面的道路 然後鄉村一些吃藥道路的一些整理部分 我們也到過幾次領入所裡面 發現領入所裡面的樹枝也斷了很多 那歷連我們的銅金的上棚區 雖然看起來不怎麼樣 但是我們發現有一部分樹倒了以後 寄了一半還有一些樹頭留在那個場地 那因為場地的整理真的不是三天兩天就可以做好 所以我們當時也請教育處我們處長跟我們社交科科長 也都到現場來領入所看了幾次 那看的過程裡面 當然我們也請我們樓部同金的這些指導老師 張慧中老師也來現場看 原則上是認為領入所的 原來的一些營集合場的部分裡面是可用 可是因為路數的吹導又 這個樹幹出現了一部分紅火雨 很怕紅火雨會不會再不知不覺地跑出來 所以當時我們就在這樣的討論裡面 就暫停了這個營集的尋找 那後面就是我們在有去看過阿南國小 後面有一個原料的靶場 那個場地裡面雖然是比較好 可是太小 還需要再整理 所以這個部分就聯繫有兩個場地 我們就被核解掉了 那當看過了阿南國小的這個靶場附近以後 我們也透過消費會我們的張獨導 幫我們聯絡了這個金鴻部 他同意我們這個幹信班現在的露營地區 來做我們的營區做我們的露營場地 那因為這邊是一個管制區裡面 原則上所有的帳篷區 我們都在這個幹信班裡面 但是我們所有活動裡面考量 金市上的一些安全的部分 我們會把白天的活動都拉到這個幹信班的外面 就在這附近我們的農園 到我們的這個金門農工直銷 這些農場裡面 讓我們做一些野外活動的部分 這是大概這次裡面我們要感謝幾個單位 包括像金黃部 我們幹信班這個營區裡面真的是很棒 那時間也因為這個調整以後 從11月我們就調到這個的8號 9號、10號、3天來辦理 那在營區裡面辦理當然有一些限制 但是也有一些優點 那這些是不是也幫我們談一下 就是在幹信班裡面辦的一些好處是什麼 我們現在在這個營區裡面的部分 我們的整理的部分 這個幹信班這邊 包括這個金門防衛部裡面都非常的支持 他也告訴我們有需要的部分裡面 我們這個提出來 像說我們在營區裡面的一些室內廁所 會議 我們這個露營的期間 晚上10點前 連日上都同意我們使用 那目前因為考量到 有一部分設施裡面的安全 我們二樓 他們有一部二樓的這個女生宿舍 那現在也讓我們派六位樓屠童軍 晚上來幫忙鎖業幫忙開門 讓我們的女同學 女同伴可以晚上7號的時候 10點以後可以到樓上去上這個方便 那第二個就是營區的部分裡面 他原來有一個集合廠有一個司令臺 這司令臺就結成了我們很多佈置 往常是我們也有一個 有一部分這個舞臺 都那這些東西都要去佈置 因為場地 露營場地大部分都是所謂的草地 那位的部分裡面 基本上我想室內是比室外方面多了 那其實我們也感謝我們環保局 支援了一部流動廁所 那我們也 我們學校金沙國中校委會長 也支援了一座這個流動廁所 那目前除了這些以外 金融部還支援了一部我們的墨魚車 就是可以讓我們夥伴需要的時候 這活動的墨魚車 我們這邊晚上 金融部他們跟幹線班也提供了一部探照燈車 因為晚上我們這邊沒有拉電線 沒有提供各校的團隊裡面照片 可能比較不方便 所以這部探照燈車跟使用 可以照到晚上10點 那10點以後我們就 各校有需要的部分就各別戴手電筒 因為金融裡面是10點以後 大家就救急 我們也不想影響到金融的作息 除了這個探照燈車以外 他們還在大門口那邊拉了一條線 就從兩個方向裡面的燈 剛好整個營區裡面 所有的帳篷裡面的活動 大概大家活動空間都會很方便的 這個進進出出 不會有危險 這個是在場地設備上面 我們真的非常感謝他們做這樣的提供 當然我們這裡面也跟往年一樣 我們自在水廠 自然我們三天的營用水 他們有水車三天全部 我們完了他就來 完了他就來 這是我想幾個機關 對整個全線的大陸營 我們真的感謝他們 這是第一次在營區裡面辦嗎 這是第一次在營區辦 那坦坦我們知道金門地區每一年都會辦一次的大陸營對不對 全線的這個同軍隊這樣的一個大陸營他們心情是怎麼樣 應該都蠻期待對不對 這個時間點應該都是很期待 那我們大概是早期 比較早期的時候我們同行大陸營是有一年辦一次 但是後來因為各校我們的人數 學生人數不多 老師人數不多 所以那就是變成兩年 那是到了前年 這個程中辦了以後有人建議才從七年開始 在每一年辦一次前線大陸營 那校長是第一次主辦這樣的一個大陸營嗎 我們學校是不只 我個人是第一次主辦這樣的一個前線同營大陸營 那跟我們談談 金沙國中他大概動員了多少人力來籌備這樣的一個大陸營 我們幾乎是前校動員 是 我們前線五十幾個同營 我們有將近三分之二 我將近一半的同仁都要到這邊來 除了我們的帶團的指導老師以外 我們整個營物的工作裡面 我們的快報紙 那我們的善雜 所有雜物的工作裡面 通常都由我們學校來支援 那校長你個人怎麼看同營運動對我們這個學生的幫助 同營活動我想是一個動手做的一個教育 那以目前的社環境來講 基本的變化比較大 以我們早期來講 我們在家裡每天 除了上學的時間以外 回家不管是早上或者下午 在家裡 絕對要幫忙家務 我們的農事上山下海的工作都要 現在的小孩子真的好病 那我們的孩子裡邊幾乎很少動手操作 從目前的課程來講 試驗課的內容也減少很多 所謂同經課裡邊是動手操作 然後自己進去體驗 像說我們縣裡面的這個營養午餐 都是由縣府提供 從幼稚園然後國小國中到高中 都有我們縣府提供免費的午餐 學生對午餐有時候會有一些意見 但是像說 如果這個同經論活動裡面 我們是讓學生自行催事 那煮的好不好吃 就要自己去 蓋瓜承受 不能再講這個太油太鹹 或者怎麼樣 所以我想類似這樣的動作裡面 讓學生有知道這樣一個責任要去做 第二個我們會有一些定向野外活動 我想有些東西裡面 學生怎麼樣去找到一些指定的東西 好我們也定向活動裡面 包括其他一些生活野外求生的部裡面 也要讓學生裡面 透過一些自信產品 像是我們手機 然後其他部裡面 如果沒有這些科技儀器的時候 他要怎麼樣去找到這個東西 怎麼樣去營餓的部份裡面 當然現在來講 我們大部分都是使用 所謂的瓦斯爐來噴熱 但是如果沒有瓦斯的時候 我們寫成有一些 這種比較原始的氣候的放式 部份裡面 像說我們的木材 今天木材樹倒人大家都很煩惱 那最大的煩惱裡面就是我們的營餓 理論署那邊之所以被取消就是 它附近有一個切山集合廠 這個切山集合廠裡面我們去看 整片通通都被這些島的樹枝全部沾滿 所以我們早期如果是沒有瓦斯的時候 大家都搶就把這些樹枝通通都拿回家去沙羅 哪裡還有那麼多樹枝 所以目前我們的營餓 我們最後想到這邊就是在農場 現在的校外會那個點裡面 有一片 當然空間不算很大 那邊做一下營餓還OK 所以營餓裡面的部分活動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各項競材的活動 闖案活動裡面 大概同學會從這樣的部分裡面去熟悉 跟自己生活有關的一些技能 可能比在學校一些課堂裡面的教學 會更有趣 尤其是有時候有些團體合作的一些課程裡面 更需要透過這樣的同軍的一些付出 過程裡面真的是想到 怎麼樣去互相幫忙 就校長談一下金沙國中的同軍團的發展 我們同軍團目前是配合我們的 中和活動課程裡面 他有一些是同軍 那我們平常他有一個社團活動 就每個禮拜三 按照目前的早期的聯合活動裡面 他有一個同軍社 對 那同軍社我們是早期 我們像我們的從副主任 我們李小姐的先生 他早期也都是在帶同軍團 那早期我們還有一位習家老師 我們學校早期的這個張建復主任 這邊很多人都對同軍活動比較熟悉 也常常在操練 但是目前的 幾年跟課程實施以後 我們現在同軍課程的老師幾乎很少 因為他每一個禮拜 各班大概最多只有一節課 對 那班級出場的時候 根本就不能聘這樣的老師 像說我們學校十二班 那一個專業老師他基本上要上到十八這課 那我還插六這課 我要找其他課程來上 所以各校 尤其現在很多學校都是小校 對 所以老師 就是騙人本科的老師就不敢騙以外 那台四大 目前大概只有台四大才有同軍科的老師 在做這樣的兩件教育 其他學校是培訓的大概不多 所以還好 我來了沙中已經第三年 這裡面我們還有一位這個同軍老師 就是我們有一個黃仙玲黃老師 那目前有一個陳書琴陳老師 那很可惜的就是我們整個在活動過程裡面 這個老師的騙人裡面 尤其有時候老師有些變動的部分裡面 課程的安排視頻的來 但是同軍活動是會每個禮拜 至少有一天會有這樣一個訓練 但是像說我們目前要來參加 這樣前線大陸營活動裡面 我們大概開學的時候 就每天中午 通通都要極限 包括有些像說我們的節省的部分裡面 對 這個怎麼樣去操作節省 我們營門的架設的部分 我們那些催事的部分裡面 包括一些這個闖關活動裡面 會有哪些這個 互助合作的概念裡面 都在 這個從協議開學到現在 至少已經都兩三個月 都每天中午 有時候會玩笑笑 再配合這個 集訓 集訓 這是大概我們 學校的作為是這樣 好 謝謝我們的宋相 好那我們接下來要專訪的是 膳食組的組長 詩弘元主任 那他目前呢 是金沙國中的總務主任 那每一次的大陸營的活動 這個食物的供給啊 是最重要也是 最不能輕忽的 因為萬一發生一些 食物的一些問題的話呢 就會造成很大的困擾 所以我們來邀請到這個 師主任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師主任好 您好 師主任幫我們介紹一下 關於這次的配給好不好 那這一次我們同金是三天兩月 那整個配給的規劃 我們盡量希望學生吃得好 也要吃得飽 所以在整個那個配給的分配上面啊 我們食材都要考量安全與衛生 那重點就是食材的配給搭配菜色多樣化的一個原則 那因為最近我們金門有出現一些食安的問題 所以我們在考量整個活動的食安問題啊 那我們就特別這個在事前啊 先對一些廠商啊 要先做好各種過濾的一個機制 那我們菜色的搭配原則上 有魚肉 雞 還有蔬菜 那每一餐我們都配置水果 又同金的部分是兩天一夜 所以我們在配給上面都是供應便當 那在冬天的這個食物有沒有一些特別要注意的事項 冬天的食物啊在蔬果上面啊 這個我們考量因為配給的方便 所以我們第一天的配給是以這個柳丁 第二餐是蘋果 然後第三餐是香蕉 然後橘子 那這樣子搭配不同的水果 那因為冬天考量夜間啊這個比較冷 所以我們供應的消夜就用八寶粥 那還有牛乳 這樣子讓他們可以想要加熱也可以熱食這樣 那我知道這次籌備因為比較長出喔 那在整個配給上 最後這一兩個月是不是就是非常的 在招標的過程有沒有一些困難 因為這一次又碰到颱風的問題 所以我們整個露營的工作就有點延宕 那當然考量因為我們整個金門的食材 也有很多都要從台灣進口過來 對 所以我們整個作業啊就非常的緊湊 那因為個人之前攤理很多的同金活動啊 所以這一次在整個食材的規劃 我們就在很短的時間就能夠做好 那因為我是第一次這個負責配給工作 之前我都是在活動組的這個工作任務分配啦 那今年是第一次是擔任膳食組 所以我在整個作業上面啊 就感覺比較需要謹慎一點 所以我昨天有先去各團了解一下我整個配給 那大致上每一團也都滿滿意的 那我知道金門在過去呢 集辦大陸營的頻率是非常高的 就是過去是兩年然後最近又改成一年嘛 金門大陸營最早是一連一次 那由四所國中輪流集辦 那因為列宜是離島 所以他們本來金門有五所國中 那因為他是離島所以就沒有負責承辦 那所以其他的四所國中啊 就互相輪流每四年就要輪流辦一次 那因為學校老師附和非常的重啊 後來就請金門高中跟金門農工也加入輪辦 那一共有六所在集辦 那金大成立以後啊 大家覺得他們人力上面可以說比較可以附和 那也邀請金大來輪流集辦 所以目前為止是七所學校來輪流集辦 那之前是一年一次 到了第26屆之後啊 是兩年舉辦一次 那施主任這樣子 因為過去一年兩年 包括最近開始變成一年舉辦 那這樣子就是說 在準備這樣子一個善食的一個過程喔 就是會不會有一些心理的壓力 就是可能大家會跟去年比 或者是以前的比 那怎麼樣辦得好 然後價錢又合理 然後東西又讓小朋友很喜歡吃 這樣是不是就有點挑戰對不對 對對對 那我個人是 剛剛有說明是 我是第一次負責配集的工作啦 所以我在整個配集上面啊 之前我們參加歷次的活動 常常會在團長會議裡面 會聽到很多聲音 包括米不夠啦 油不夠啦 菜量少啦 等等的問題 所以這一次啊 我就特別把整個經會做統籌 那我們先做市場的估價 然後最後我們就以最便宜 最大的量來供應給各團使用 那昨天我有親自到各團啊 他說這一次的菜量非常的多 他們的盤子不夠裝 那這樣我聽起來就是覺得就沒有壓力了 因為我們同心就是希望在整個露營活動裡面呢 要能夠吃得好 睡得飽 玩得巧 那這一項 在周天過 有一句俗語叫做 陶葛心六個 所以昨天啊 整個配集上面非常的順利啊 我就覺得整個石頭就放下來了 那也希望在未來這兩天裡面 我們能夠非常這個圓滿的達成這一個任務 好謝謝獅子問 謝謝獅子問 為了 開 syner燈 與旭的趴房開始 我醜在清洗 你們也是第二 uncle 你想要替消洗 他們 完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那我们现在来访问这个快报组的主缘 一样是金沙国中的老师王问豪 那一开始是帮我们介绍一下快报组的工作 快报组的话这次其实我们就是在营区主要是负责采访一些我们活动的进行 然后就是同军团员如果有到外面去做探险或者闯关的活动 然后我们学校也有一些特派的小记者 然后有老师带出去然后把他们分散在每个点 然后让他们去做一些活动中的采访这样 这次动员非常多金沙国中的同学 那一开始是怎么样选出这些同学 这些同学其实就是我们一些语文能力比较好的学生 那经过老师 因为他们平常就有接触可能是一些作文或者演讲 口条比较好的同学 那国文老师他们就是有把他们找过来 然后特别做一些像记者的特训这样 那整个培训期大概多久 整个培训期大概两个礼拜左右 对 然后因为他们其实平常就有底子 所以训练起来其实对老师来讲蛮容易的 好那一开始同学在接受这样的任务之前 他们的个人意愿呢 其实他们一开始对这件事情是蛮兴奋的 因为其实他们有些可能以前有参加过露营 他们可能也觉得露营其实蛮累的 但是他们觉得还是可以到现场去看到这样的一个活动 然后可以待在那边其实算是蛮兴奋的 那这样子两天到今天是第二天 出了两次的快报 对 那成果呢 以成果来讲 这个我们的快报组组长 其实他一开始有先去想说 我们大概要出刊的版面的内容有哪一些 所以就是其实在这两天我们小记者出去 就是比较能很快速的去搜寻到我们想要的资料 那回来我们很快也可以彙整 那以目前看来的状况是 都有在我们组长的掌握之中 成果看起来目前是算还不错 所以他们每一组都有完成他们每天的工作 对 那他的稿子回来之后 他们打了基本之后 你们这边还要做一些论稿的动作吗 对 就是基本上他们如果出去的话 我们会 所以 第一个他们可能要先去观察一些活动的状况 然后他们可能会针对官主啊 团长啊 或者是小队成员正在进行活动 小队成员做一些访谈 然后当场我就会要求他们有空闲的时间 他们就要开始先写稿 那写稿回来之后 还希望就是比如说有些七年级的 可能还可以给八年级的去稍微论稿一下 然后最后请他们打成电子档 那电子档我们会统一就是交给我们的编辑 稍微再看过一次 然后才把它打在我们的看物上面 那看物最后出来的话 其实这些内容就是组长会在 我们就会再叫三四次的稿 看有没有一些错误的 或者字句不通顺的地方 那这次在任务编组的时候 好像也有照着他们的程度 包括今天访问副县长的 是不是也是要特地挑选这个 写作能力比较好的同学 其实一开始的话 因为他们的其实程度 除了七八年级会比较有落差以外 因为七年级可能他们在用字的话 其实都会写得比较白话 或比较口语化 那八年级他们就是在访问的时候 他们就是比较有办法清楚的去 问到他们想要的问题 他们可能一开始还会先设想说 我们到底要问哪些问题 那我们可以怎么问 那其实在这部分的话 如果是访问一些 比较资深的同军老师 或者是前辈的话 可能会以八年级为主 那如果是访问一些同学 可能就会拍七年级的同学去 这样 那这次是由佩正老师担任这个组长 佩正老师他本身是国文老师 对佩正老师他本身是国文老师 所以他对这些学生的状况 其实蛮了解的 那包括也有其他的老师一起来配合 包括你也是在其中这个组员里面 你主要的负责工作是什么 我主要的工作其实就是算编辑助理 我会跟佩正老师一起讨论说 有关于就是这些看物内容的一些相关事项 然后再来我主要负责的是 是因为我以前本身自己有参加过童军 那对佩正老师在安排的一些路线 或者是关卡内容 其实我会比较熟悉 那其实我另外一个工作就是 负责把这些学生再出去放到各个点 然后可能要跟他们讲说 在哪些地方 你可能需要问哪一些比较细节的问题 然后才可以获得你想要的内容 那这样等于你是一个 类似实际编辑的一个工作 算就是在旁边写助这些小朋友这样 包括还要带他们出去放到一个点 那是还要再接他们回来 对还要再接他们回来 那这样子明天还有最后一天 那他们明天还有什么重要的采访工作 其实以行议的路线来讲 在第一天跟第二天的路线 他们都是相同的 那在昨天跟今天下午 我们都已经做过两次的采访 那明天早上的话 原则上就会只剩下我们幼童军追踪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我有跟佩正老师 就是稍微讨论到 那原则上我还是希望小朋友出去 把这就是一系列的活动的内容 我们都收集回来 对然后再看后续要怎么做 把内容做处理这样 那这样子你觉得他们这次最大的收获 除了在写作能力一定会有提升之外 是不是在胆量的训练 就会无形中增加很多 对其实像不要说七年级 其实以八年级来讲 有些学生他们在担任这个小记者的状况的话 其实就是一开始去他们也不太敢问 然后或者是 有些可能没有参加过童军 他也不知道问什么内容 那其实我就会适时的去引导 然后或者有时候我稍微开个头 帮他介绍一下 爱某某团长 那你可以问些什么问题 然后人可能就会很刻意的走调 让他们自己去发挥 对对对 然后他们有时候回来就会跟我说 老师刚刚这几个问题 其实他都有提到 或者我都有问 所以我觉得这个 对他们来讲 也是一种胆量上的训练 最后他们结束 要不要写一些学习单 就是在他们这三天 他们有什么样的收获 其实因为以我们来讲 我们明天就会把 我们预计出刊是出到四期 那明天就会把第三期 跟第四期都一起出完 那其实如果以明天 幼童军的追踪来讲 我们是他那个内容采访到 其实我们目前还是不会出 对 其实我在想 跟佩甄主长讨论说 是不是要让他们把 追踪的内容一起完成 然后同时写一个 他们在这三个迎期间里面 就是一个总的心得跟感想 或者是他们可以去针对 比如说拓荒或闯关 做一系列的主题的就是报导这样 小记者在三十二届 就有这样的一个编制吗 还是今年是创新的 其实在因为我们就是金门县 就是主办是每一间国中轮流主办 那其实小记者以往就是每一届都会有 对啊可是因为去年我知道 是在金湖国中主办 然后他们的小记者就是 人数好像是没有像我们编制这么多 然后他们就是那个时候 所看出来的刊物 他的格式比较不像是像我们一样 他比较不像是我们这一次 因为我们佩生老师他之前 有受过一些看物相关的演习 所以他对这一次的看物出版的要求 排版跟格式他都有比较固定的要求 就是在每边方面有特别注重 对对对 好谢谢我们的王老师 谢谢 好那我们现在来访问呢 金沙国中的国中生 他们配合这一次的全线大露营呢 金沙国中也训练了很多的这个同学呢 来担任这个快报的一个记者 那我们来访问其中一位是陈玉琪 嗨玉琪你好 你好 你现在几年级 我今年八年级了 那这次为什么会来参加快报的记者 因为这次是老师推荐的 那表示你平常就有在写作的习惯吗 是我很喜欢写作 然后之前有多久的一个训练集训 集训有一次是利用两节课的时间来做集训 那参加这样一个小记者你会不会紧张 刚开始很紧张但是之后就不会了 然后其实很好玩 是到昨天完成第一份稿子才不会紧张吗 对 虽然很累很辛苦 可是真的学到很多的东西 那你昨天访问什么题材 我昨天访问的是宁钟 然后问他什么问题 跟我们介绍一下 我问他们 他们这次对活动的感想 还有期许 还有心情 他的答案有没有在你的预期之内 比我预期中少很多 就是他们可能太害羞了 讲的比较少 对 所以我还要再自己回去去整理 你们是用文字记录对不对 对 那你回来还要自己把它重新再编排 再论稿 是 那这样整个 从采访前到最后结束 大概要花多少的时间 三分钟 蛤 你不是前面要先准备问题 到访问到最后怎么 总共的时间 呃 因为问题我是 就是 大概前一天就先准备好了 所以访问的时候三分钟 嗯对 那写稿呢 写稿 大概十分钟 哇那蛮快的 那你今天的任务是什么 今天我的任务就是要去采访 试所国校 然后还有 那个 探测旅行的时候我要去采访他们 就是今天下午的时候 嗯对 哦 现在是第二天的中午 那你现在空档需要做准备吗 还好 还好 未来有没有打算往编辑或写作这方面去发展 嗯还不知道 还不知道 那你看到这样童军这么活泼 然后在这个大草原这样子玩 你自己不会想参加吗 嗯不会耶 哈哈为什么 因为你个性比较比较近是不是 因为我不喜欢晒太阳 哦 那你喜欢什么静态的兴趣 我喜欢去演奏乐器 写作文 哈哈哈哈 好演奏乐器你是平常有在学 我现在有在学唱笛 哈哈 然后现在对长笛比较有兴趣 嗯对 哈哈 然后这次的征选 除了老师推荐的外 你个人也是有兴趣吗 原本不大想参加 因为怕很难自己做不到 可是老师还是把我选进来了 我就试试看 哦 所以你一开始还是蛮紧张的就对了 嗯对 那你对未来自己有没有规划 高中呢 是要在这边还是回到台湾 因为我们是从金门搬回来的 在这边有盖房子 可能是高中在这边读 然后大学我想要回我的老家读 哦 你从台湾搬回金门住 嗯对 那你的台湾老家在哪 嗯 新竹市 哦 那是因为大学的关系吗 你想要就读某一些大学 在市区这样子 嗯对 就是一个梦想 好 告诉我们是什么大学 我想要去读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不是都理工的吗 嗯就是想要试试看 哇可是你现在的兴趣音乐跟写作好像都 都跟那个理工有一点差距对不对 嗯有点远 可是我会去努力 哇希望你以后变成一个动静皆宜的女孩子 好谢谢 好谢谢你介绍我们的专访 谢谢 好谢谢 这个记者呢是陈宇彤哦 那现在是金沙国中八年级 那他呢也是被特地挑选出来来参加这个快报的小记者 诶宇彤你好 你好 那来跟我们讲一下为什么你会被选上来做小记者好吗 就老师说要来帮忙报导 那老师找你一定有原因的啊 因为要来写作吧 因为你很会写作 对不对 嗯 那跟我们讲一下你 最近写作得到什么成绩 联合杯初赛第一名 联合杯初赛第一名 你写的题目是什么 我把校园学习设计成游戏 那一开始老师找你你想参加吗 想 老师找你你就想参加 你都不会有压力不会紧张 我会紧张 那后来怎么克服自己 然后来接受这样的挑战 就老师说来来练习看看 然后你就来了 对 好那你昨天访问谁 昨天访问别的国中的团长 哇团长 所以你应该有紧张哦 嗯 那你问他什么问题 就说他们这次有没有遇到困难 是来参加还是参加的时候 参加同军的时候 然后他怎么回答你 他们时候就有遇到一些困难 那你要告诉我们遇到什么困难 就是他们那个队伏比较不熟 那后来他们怎么克服掉 就跟队员一起练习 然后就解决了 嗯 那你今天的访问对象是谁 别的高职的学生 哇也是年纪比你大的 你怎么老师都故意挑难度比较高的 对不对 嗯 然后呢你们聊什么 就那些学生在练习的过程 有没有遇到一些比较难的事情 就是在表演节目的时候是不是 对 好那困难是什么 就是因为大家要练习 所以他们很辛苦 因为练习很辛苦 嗯 那你为什么会得到这个联合杯的写作第一名 因为你从小就喜欢阅读吗 嗯 你都读什么东西 小说吧 哪方面的 国内的还是国外的 都有 然后你读过什么小说 你比较喜欢的 就是像故事的那种 鲁冰逊那种的 鲁冰逊哪一本 漂流记的那个 那你为什么喜欢它 就很有趣 嗯 那你会不会自己想要尝试动手写 会 会 那你有没有开始写 还没 那你有没有大纲在脑海里 你想写什么样的主题 比较励志的 励志的 嗯 就是本来很悲惨 后来经过努力 它就变成很成功的人生这样 对 那你跟你同学会聊这样吗 会聊小说故事吗 会 那你的同学也是喜欢读小说的人 我们会一起去图书馆 好 你还有什么其他的兴趣 音乐 有在学 有在学 什么 堂底 你高中要留在金门吗 有 然后大学 大学应该会去台湾读 哦 那已经有立定方向吗 大学吗 对 科系 或者是学校 台大吧 台大什么系 医学 台大医学 还有几年 有很多年 不会啊 你现在八年级 还有四年后 你就要考台大了 四年后 我要去台大找你 你要有一点压力哦 因为我住台北 那我去台大很近 那四年后 我要去访问你 有没有真的考上台大 好不好 嗯 真的假的 因为在空中 已经播音播出去了 有没有信心 不知道 你要有信心啊 然后人还没考 就不知道 好 那就这样了 拜拜 relieve 并 加油 转发 返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那現在已經開始進行這個闖關遊戲 那在我們要即將出營區呢 要跟著這個同軍們去參加闖關的時候呢 在這個營區呢 也有一個國軍人才招募中心金門的服務站 那我們來請問這個招募員 卓中慶 請他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關於這次的招募 主要是針對什麼樣的兵種 關於這次我們的招募主要就是 在招跑自運士兵 以及專業軍官派及士官班 那不這兩個之外還有兩個班隊 一個是我們的軍校正級班以及士官二專班 我們的班隊主要分為就業班隊及就學班隊 那士兵及專業軍官班 借為就業班隊 那福利是不是也幫我們介紹一下 現在的志願士兵齊薪為33,625塊 那這裡是金門 金門的外島加級有9790 所以兩箱加起來一共是43,000左右 那這樣子金門的福利比本島好對不對 所以金門的資源比例大概多少 目前達到92% 那就業就學又有什麼差別 一般人可能都不太了解 就業班隊就是 他一進來就是職業軍人 那就業班隊的話 就是分士官二專班及軍銷正規班 這兩個班隊主要是就學就是 他學生高中職畢業之後 就是進入大專的學歷及大學的學歷 一般民眾來諮詢他們 就是除了福利之外 還會有什麼樣的問題 一般民眾除了福利之外 可能想要了解是軍中到底在做什麼 那我們會提供他們 我們有各種這個軍種的介紹 有哪些問題我們就會做講述 那你剛剛講有各種班隊 那是不是也要針對他個人的興趣跟專長 對 那如果學生他們看完之後 一般有想法的話 我們就會針對他的興趣去做講解 那他如果沒有想法的話 我們就會依照我們目前的軍種 去給他一些我們自身的經歷 那一般是參考什麼樣的興趣 來去介紹他們軍種 或者是一些班別 我們目前接觸到學生 他們一開始基本上都沒什麼想法 那主要就是我們把我們自身經歷 告訴他們之後 讓他們自己去想 我們主要是讓他們自己想 在自己要做什麼 那你個人也是志願營 那你進來的整個過程 就跟我們介紹一下 就是你一開始是先進入什麼樣的班 我一開始進來 我就是考志願士兵進來的 那我一開始在做的是戰車駕駛 那我其中經歷了戰車駕駛 以及鎮戰的一些工作之外 那我現在到了招募 那這樣的工作的性質有沒有差別 就是從駕駛到招募兵這樣 駕駛主要就是裝備保養 那我在做鎮戰期間 接觸一些比較文書類的工作 直到現在的招募的話 我除了文書工作之外 還會接觸到一般的民眾 那我可能就必須學習著 怎麼跟人去溝通 所以招募員可能要更全面對不對 就是要查員觀證 然後還要了解他的需求 比較開放一點 他不像我以前在做 像之前來做戰車駕駛的時候 可能就比較封閉一點 就是比較不會對到人 對到都是裝備這樣 ok謝謝 那在第三天的上午10點中 也有一群非常可愛的狼寶寶 來到這個營地的現場 這是金門縣成立的第一個智林童軍團 那他們也搭配這次大露營的活動 他們10點先到營區去參觀 來看看這個他們的大哥哥大姐姐 他們的右童軍童軍在玩什麼 那並且配合呢 最後他們還會一起來參加這個閉幕典禮 新竹縣政府教育處的科長 許能力許科長 也在現場跟這些志玲狼寶寶講話 我們一起來聽這段收音 歡迎我們藍寶寶帶到我們的大露營區 喜不喜歡當童軍啊 什麼是童軍啊 不知道 不知道 幼童軍 哦 幼童軍不是你啊 呵 你們現在的話 如果完成登記的話 你們叫藍寶寶的話 是志玲童軍 那志玲童軍一定要長到6歲了以後 6歲以後的話才是幼童軍 那幼童軍的話又叫什麼 小狼 所以你們要加油 要努力的話才可以做到幼童軍 非常歡迎你們 然後也非常歡迎我們 藍寶寶的家長後援會們 給自己一個掌聲歡迎你們 好 謝謝 來 藍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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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在這個第三天的早上呢 這個很多童軍夥伴都出去闖關 那當然在營地也有很多這個留守的這個團長 跟這個童軍老師 那我們今天就來 為聽眾朋友來專訪一下這些在幕後 一直在協助童軍運動的這些夥伴們 那第一個我來到這個金城國中的營區 然後現在呢 在這個營區裡面呢 有這個金城國中的童軍社的指導老師 林子恆請他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你從什麼時候開始帶這個金城國中的童軍團 因為我是新進的教師 那大概是從去年就開始接童軍社的事務 那平常在學校的活動 除了童軍社社團活動 另外還有我們學校的格宿錄影 還有每年一次的這個全線道運的活動 那我知道你是金城國中的老師 然後是兼這個童軍社的指導老師 對 那表示說你在童軍這方面 應該是涉獵蠻久的對不對 就是以前是蠻有興趣有玩 因為以前國高中都是童軍社的 對 那個時候大家也都蠻團結 然後有蠻深入的研究這些領域 對 那雖然說大學之後沒有再接觸了 但是一直跟這些同學夥伴都要聯絡 那關於這次的全線大錄影 你們之前有沒有做什麼樣的準備 有做一些集訓嗎 因為今年的時間確定的是比較晚 所以我們大概11月初才開始進行校內訓練 對 那大概整個過程扣掉段考 大概集訓了三個禮拜左右 那集訓的內容大概是什麼 我們都主要是以這次會考驗的技能來做準備 對 因為其實我們的學生平常都不太接觸這些活動 所以其實蠻多東西 例如說神經的部分都要從基礎開始學習 那歡呼這些 因為他們本身其實很少出來參加這些活動 所以他們自己的性格也是比較害羞 不過這一次出來以後 大概這兩天的活動 他們性格上也開始有所轉變 變得比較外放 然後願意去跟其他團互動 我看崔氏好像也不熟練 他們好像也不熟練 崔氏也不熟練 那我覺得這是現代的這個社會 本來就是可能會有一個狀態 就是大家外食的比例比較高 所以在家可能比較 本來就比較不容易去做煮飯這些事情 那精神國中報名了多少童軍 今年 因為我們去年帶的人數還多 然後控管上比較麻煩 所以我們今年帶48個人 48 把他結合在一個小隊 其實我們的技能方面 我們如果要用技能來編小隊 比較不夠顯著 因為大家強項還沒有顯示出來 不過我們基本上 我們是先依據學生 在受訓時的表現 還有他性格上的狀態 來做一個交叉的排列 對 這樣才不會造成說 可能有小隊他比較 因為那個小隊人都比較文靜 導致他比較沒有活力 我們才會穿插 等於是動靜交錯 對就是稍微把他穿插這樣子 太活潑了一定要拆開 對就是有的在班上很好 然後在班上會在那邊亂吵 那我們就要把它拆開來這樣子 那這三天他們出去闖關 你們在營地內 你們大概還要負責什麼工作 因為其實他們基礎的建設 就是不太紮實 所以當他們出去闖關的時候 我們要稍微幫他們注意一下 例如說他們的帳篷 或他們的器材 有哪個部分需要去補 或是哪個部分需要加強 那幫他們做的紀錄 回來後要請他們改進 請他們檢討這樣子 那我知道在火池的部分 好像你們也有協助對不對 他們好像煮飯就不太會煮 因為我自己本身有帶一個小隊 那我本身是已經先跟他們說明 如果你在外面吃不用太要求 只有東西有熟能夠吃就好 那味道好不好 這就是要看你們的功力 那其他老師有可能有做一些協助 但是我覺得大部分主體都還是學生 所以你的觀念是你不會去協助他們 只要能夠煮熟就好 因為我的觀念就是出來 你就是要 大家經常在家裡吃的時候 大家都吃得不錯 大家也比較少去自己做這些事情 那出來總要失敗後才會學到一些東西 我是這樣覺得 那去年的狀況跟今年的狀況有進步嗎 今年的狀況明顯比去年好滿多的 因為去年人帶太多出來 有些比較難以掌握的 所以去年你們是多少人 去年有10個小隊應該接近90個人左右 那今年他們這樣子三天即將結束 他們給你什麼樣的回應 就是關於這次第一次在營區裡面露營 他們的想法是什麼 其實他們來營區露營 其實他們因為還是國中生 所以他們對於軍營這個地方的嚴謹度 比較沒什麼概念 因為他們可能就覺得說 還是一個很大的場地 但是我們這些大人會比較有感覺 就是說今天這個場地跟去年不一樣 因為去年是林務所 其實很多外面的人士會進來 那有時候會造成營區的困擾 而且也有安全的考量 對有安全上的考量 而且又是這麼多的國中女生這樣 所以那今年在這個地方 因為它場地方正 而且是開闊的地形 我們比較好掌握 但是因為開闊地形風比較大 所以其實我們對於營地建設 就是也是蠻大的一個考驗 那你們是當天再來做 還是前一天就有先來 我們前一天先來搭設我們的營門 就是至少先標示出我們的營地 是在哪地方 那其他都是我們第一天爆炸完 我們才開始建設 這樣他們應該會蠻期待明年的大露營對不對 因為幾乎是一年一次的 就是比較早期是兩年一次 那現在因為教育處的政策 他們就是改成一年一次 那其實我覺得就是蠻多學生在這個方面 就是他以前在學校可能沒有結束過這個活動 那來了之後他發現說他在這個部分是 是蠻喜歡而且蠻有潛力的 所以我想明年應該還是會看到蠻多熟面孔來參加 那最後精神國中的小孩子跟其他國中 有沒有什麼特別不一樣的地方 我覺得我們精神國中的小孩子 說實在的我覺得蠻多學生生活是過得還不錯 生活過得還不錯 所以其實他們剛開始出來 像就是第一天跟第二天他們不太懂得去協助 因為在家裡 大家都幫他們都弄好了 就等於說他很多事情可以不用親手去做 那出來以後可能剛才不習慣 但是他們後來還是會體驗到就是說 很多事情是要親自自己動手去做 他才有辦法享受這個成果 好 謝謝我們的子恆老師 謝謝 那我們現在來到第二個營區 是金湖國中童軍團的營區 那我們來訪問三位童軍老師在這邊 第一位是學務主任陳中俊 主任好 各位聽眾大家好 那一開始是幫我們介紹一下 關於這次的大露營 你們在前面有沒有做一個什麼樣的準備工作 前面我們負責的童軍老師 訓練的相當久 快要兩個月的時間 有我們的童軍老師在訓練 那學生也很積極的參與 我們都會利用午休跟放學的時間在練習 學生跟老師都相當地勾入這一次的童軍活動 那這次學校來了多少學生 來了六十一位 那是不是跟我們介紹一下金湖國中的一個特色好嗎 我們學校的學生是比較活潑 然後對童軍活動非常的熱情 然後剛好今年是我們的團長黃鮮毅老師 他也非常積極的就是鼓勵學生 因為童軍課大部分都是他上的 那現在學校大概有多少學生參加童軍社 比例上來講多嗎 我們社團活動的童軍社大概有三十位學生 這次來是來六十一位 所以很多學生其實對童軍運動還是蠻有興趣的 然後比例上是我們有四百五六十個 六十一個參加 喔那算是非常高耶 是是是 好那關於這三天的大露營 他們第一次來到這個營區啊 那這三天他們應該有跟你們聊一些他們的想法對不對 或者是他們覺得哪邊好玩的地方 他們覺得脫荒旅行最有趣啊 走得很累他們都覺得很有趣 雖然走得很累啊 即使是很熟悉自己的家鄉 可是還是會迷路啊 上面也會有一些小插曲 他們覺得事後想想其實還蠻有趣的 雖然說很累 而且可能很熟的地方 第一次用腳走那麼遠 也是一種感受對不對 那我們來訪問這個兩位童軍老師 第一位是許希君 然後第二位是周伯佑 請跟我們聽眾朋友介紹一下你們帶童軍團多久 其實我是這一次的承辦主 所以我們學校有承辦主這樣子 所以算是這個活動一開始就跟學生有接觸了 但是我算是菜鳥啊 就是新人 這次主要是因為你是承辦主 然後你是承辦人 所以你就一定要來 那來三天你也這樣子看了他們這樣玩三天 你自己什麼感覺 其實我覺得蠻有趣的 其實我覺得蠻有趣的 因為在學校的時候我們比較常就是教學生一些 學科方面的東西 然後來到這邊我才 我覺得學生才有辦法真正的學到一些生活上面的技能 就是十一住行 然後童軍就在培養他們自主的能力嘛 然後我覺得我們學校的學生很棒的一件事情是 很多事情真的是他們自己完成的 就他們不會很依賴我們 他們會想辦法自己去完成 多虧我們的那個童軍老師 就是黃仙瑜老師真的是很鼓勵他們啊 那你是學校的承辦主 你之前有什麼準備工作要先負責的 準備工作當然第一個是器材的部分嘛 確認器材就是有沒有足夠 然後再來是配合大會 需要我們準備表演啊 或者是一些節目這樣子 但我們學校的節目我覺得學生很棒是 都是他們自己拍的 然後老師只是協助 比如說中午去看他們表演啊 看他們練習這樣子 所以大部分學生有自己完成 所以你這三天也是跟著他們睡在這裡 有睡在這裡 好那第三位是我們的周柏佑 請他來幫我們介紹 他這次擔任這個服務員的角色 來協助這三天的大露營 那跟我們談談你的工作好嗎 我的工作的話主要其實就是帶領學生們 應該說是督督他們去做他們的吃 雖然我們不是主動去 那個我們應該說 我們告訴他說時間是什麼時候的 那你們該去做什麼事情的話 然後就讓他們開始自由行動 通常的做法都是把 例如說小隊長 或者所謂的阿Q請過來 然後跟他們說去拿東西 還有說不然就是說 請他去分發工作 給他的學員去處理這樣子 因為我們還是在同軍中 我們強調是一種團隊 大家要互助合作的這種關係 所以讓他們過來後 請他去進行分發 然後我們主要就是在旁邊走走 尋查一下說有沒有人沒有做 或者有沒有一些突發狀況 例如說像剛才他們很喜歡的那個 旅行那個探索旅行的那個活動中 因為他們說真的就是很遠嘛 所以他們的速度 他們回來的時候已經大家都已經開始做一些菜了 所以像這種情況下呢 我們服務員就會下去 趕快去幫他們做處理 那個盡可能讓他們回來的時候 不會到太晚吃飯等等的 或者說他們有些不會做什麼東西 我們可能就去試著去教他們 然後讓他們去練習去自己做做看這樣子 你講的就是昨天晚上對不對 因為我昨天有過來採訪 發現到六點半了他們還在煮菜 其實昨天晚上 前天晚上也是有一樣的狀況 因為是有分煮進行的 只要是遇到這個活動的 都會很晚回來 你們最後有下去協助嗎 有啊一定要 不然他們就不用吃飯了 就餓著肚子去跳舞去對不對 對啊 對因為另外一方面我們也要跟著吃嘛 因為他們直接煮你們的 你們自己沒有另外再煮 因為我們 所以他們煮不好你們沒得吃 我們就是拿著 我們就是拿著往後去每一組就吃吃看 每一組看吃一下吃 嗯這個 我連鹽都吃到了 這樣子 然後有些組哇吃一下 非常好吃 就看每一組都不太一樣 不過我想他們應該蠻快樂的 一定很快樂 因為畢竟這是他們 亂煮也是一種樂趣 對啊 畢竟他們很多人在家裡是本身沒有 然後比較少去很多小孩子其實想 粽子想做 但是家長會阻止 會說這個很危險 小孩子不要動刀 不要進廚房 然後這是一個機會 讓他們可以真的去做這塊 他們沒有做過的事情 讓他們去從中學習到一些 他們平常不會去接觸的事物 嗯 而且遇到問題 他們還可以自己趕快解決 這樣欸這個沒有這個材料 他們就要去想辦法去生出來 或者把這個菜單更改啊 不只在廚房上面 在其他的一些像 像蹄帳啊什麼的 就是只要遇到狀況 他們就要自己試著去解決 因為這也是說 黃仙玉老師最希望他們學到的 就是自我解決的能力 嗯 好 最後主任幫我們談一下 你們在編組應該要蠻花精神 對不對 就是不能夠讓小隊的一些 實力太過於懸殊 我們現在分組都是讓他們 我們就會找幾個主要的頭 然後讓他自己去找隊員 這樣隊伍的氣氛啊 跟團結度會比較夠 然後我們自己用這樣來分組 喔這樣子他們就等於 可以找到自己的好朋友 湊成一個小隊 對 然後可以一起晚上在同一個帳篷過夜 他們最想要就是睡在一起 晚上的悄悄話 是 最後主任幫我們聊一下 你個人怎麼看同軍運動 對他們這個國中生的一些幫助 同軍可以學到課本以外的東西啦 除了互助合作 人際關係 團隊精神 甚至連品德教育也都在裡面 我們一直很強調 在對的時間要做對的事情 那我們分配給他任務 給他時間 要在他現實的時間 有限的時間裡面 讓他們完成 讓他們學習到 要對自己負責 好謝謝